大家好 我是大家老朋友Bruce 大家好 我是艾伦 今天我们来到了哪里呢 今天我们来到了是大家可以看到上海地标建筑 外滩 没错 外滩有什么比较不错的地方 比如说什么三件套给大家介绍一下 对 来到外滩其实大家很多人来到外滩 就是冲着我们的东方明珠也是上海三件套 大家可以看到最高的那个上海大厦 还有旁边的上海国际环球精神中心 以及经贸大厦 这是上海非常著名非常有名的景点 甚至在全民世界都是很为名有名的 对 现在是晚上的时间7点钟 大家不仅可以白天来晚上来景色更美 景色更适合你和朋友还有闺蜜去打卡 是的 那么除了这个 那么在艾伦的左侧的位置 是这个古建筑群 我们不太了解古建筑群是什么方便 艾伦介绍一下吗 对 古建筑群是当时上海在租界时期 古建筑群其实就是我们又称之为 幻国建筑博览群 对 是吗 对 是当时上海在租界时期 它所遗留下来的产物 因为大家都知道当时在晚清时期嘛 是吗 签订了蓝金条约 蓝金条约里面标划的一项就是 中国要对大英帝国开放5个通商口岸 其中就包括了我们的上海 然后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开放之后呢 这才有了后面的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古建筑群 这些古建筑群大部分是当时英国 美国 法国他们所遗留下来的洋行商会的地方 对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呢 这些西方资本呢迅速的撤出了中国 遗留下来这些建筑群呢 就像我们就看到的 它是刚开始是作为政府公用 后来呢上海市政府为了恢复我们这个 东方华尔街的这样一个称号 把它逐渐的引语作为商业 商业住宅来使用 所以知道 但是其中呢又经过多轮的翻修和扩建之后 才提供了我们今天所看到这个外滩的景色 对 刚才艾伦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万国博览群的历史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万国博览群的建筑 真是丰富多彩 其实它的风格呢 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种建筑风格 比如说像这种 建筑风格 还有其他的罗马的建筑风格 还有巴洛克建筑风格 古典主义建筑风格 那么这些万国博览群保存完好的有哪几栋 保存比较完好的 就是现在要比较求知的汇丰银行 对 还有现在目前 具体的大家可以来了 艾伦代理具体参观 可以 大家也可以在百度上先做一下攻略 有那么多APP帮大家推导一下 是的 是的 那么在艾伦身后的就是比较繁华 人流涌动的这个南京路步行街 对的 是的 艾伦你介绍一下 对 南京路 我们的南京路步行街又叫南京东路 是的 它称之为南京路步行街 它是连接着我们的外滩的 对 来到了我们的上海 来到我们的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 它是必打卡的一个地方 因为这里汇聚了上海很多老套品牌 对 还有我们的许多 甚至国际上比较知名的品牌 例如香奈儿 苹果手机 甚至我们国人比较骄傲的华为手机 旗舰店都设在我们的南京东路 那 南京路步行街呢 那 起西藏西路 对 然后经过人民广场 是的 又到了河南中路 对 那大家来的路线也比较方便 坐公交车 打车租车 还可以坐地铁 1 2 8号线都可以到 说2号线跟10号线的话 到直接到这个南京西路下车 就非常方便 那接下来呢 我们可能要随机的采访几个观众 看大家对这个外滩到底什么样的感受 是的 让大家喜不喜欢这种感觉 对对 好的 以后我们采访几个观众 好的 好 方便你们做一个采访 不太方便 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 那明天吧 明天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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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上海本地的一些食物桌呀 什么类的 对 好 你们来自于哪里啊 请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好好笑过 就是说你们是在这里上学还是在这工作是吧 工作 工作是吧 是从事什么行业 还过去过啊 教育 教育是吧 OK 就是你对上海的一个第一印象是个 好辣的才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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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对上海的第一印象大概是什么样的 没有第一印象 没有第一印象 就是很平常就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那你在上海大概生活了多长时间 一个半月 一个半月 嗯 就是刚来上海是吧 嗯 那你有没有就感觉到这里 会感觉有时候会感觉到很孤独什么样的 不会 不会 因为好朋友很多是吧 嗯 也还好 因为我很能心管 哈哈哈哈 那挺好的 那你在上海有个什么样规划吗 规划 就是先工作 先工作 嗯 然后别的没有办法 好好好 走一步看一步看 好 行 谢谢啊 谢谢接受我看 没事 我知道 我说就是过来 这边参观完嘛 我们也是做一个随机的一个采访 对 不用路了 不用路了 好好好情形 真的吗 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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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我们经常是经常来这个上海这边 没有 这个外面也没有 对 没有 你对上海的一个初步的印象是什么 上海给你的一个first impression 差不多是first impression first impression就是比较不就怕吧 我觉得这是最像纽约的一个中国城市 那你会有时候就他们经常想就是说北上国不相信眼泪啊什么之类的 在上海有没有感觉到有时候会很孤独压力会很大 也会啊 会啊 生活压力很大 生活压力很大 因为遇到很多土著 对对对 那你对未来在上海有个什么样规划呢 嗯 先挣钱吧 先挣钱 先挣钱 先挣钱看看这边什么情况 好 好 今天也是个迷茫 好 谢谢啊 不愧 谢谢